说英语的孩子 今天,八学员来了一位新同学 这位同学比八学员的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要高大很多 小豆豆觉得,说他是小学生 倒不如说他更像中学生大哥哥 新同学穿的衣服也和大家不一样 很像个成年人 早晨,校长先生在校园里向大家介绍这位新同学 这是龚崎君 他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长大的 所以,日语不怎么好 他觉得到八学员来,比去别的学校更容易交到朋友 也能安心地学习 今天龚崎君来到这里 以后,大家就在一起了 嗯,做几年级的学生好呢 和阿龙他们一起就做五年级学生吧 擅长绘画的五年级学生阿龙 像平常一样,用大哥哥式的口吻说 好的 校长先生微微笑一笑,说 虽然龚崎君的日语不太好,但是英语特别棒 可以请他教你们英语 不过,龚崎君还不适应日本的生活 你们要多帮助他 可以请龚崎君说说美国的事,很有意思的 好了,就这样吧 龚崎君给比自己小好多的同班同学鞠了一个工 不仅对阿龙他们,而且对别的孩子也拘了工 还招了招手 无休的时候,龚崎君向校长先生家走去 大家跟在他身后 当龚崎君准备进房间的时候 穿着鞋就要踩到榻榻米上 孩子们大吃一惊 吵吵嚷嚷地告诉他要脱鞋 龚崎君好像也吃了一惊 赶紧脱下鞋,说 对不起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到榻榻米上的时候一定要脱鞋 但在电车教室和图书室不脱鞋也可以 到九品佛的庙里去的时候 在院子里可以不脱鞋 但如果要进庙的正殿就要脱鞋了 这一下大家都明白了 即便同是日本人 如果一直在外国生活 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真是很有趣 第二天,龚崎君来学校的时候 带来一大本英语的绘本 午休的时候 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龚崎君 一起看那本绘本 看到那本绘本 所有的孩子都大吃一惊 原因有好几个 第一个原因是 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绘本 孩子们通常看的绘本 一般着色都是大红色 绿色 或者明黄色 总之都极为鲜艳 而这本绘本上 却有像肌肤那样娇嫩的淡粉红色 浅浅的蓝色 白色 灰色等淡雅的颜色 看上去让人心旷神怡 这样漂亮的色彩 在蜡笔中是找不到的 24色的蜡笔中自然没有 就是只有阿龙拥有的48色的蜡笔中 也找不出绘本上这么多的漂亮颜色 孩子们真是佩服极了 第二个原因是 彩毒真的画得好看极了 书的一开头 画了一个垫着尿布的婴儿 一只狗叼住尿布往外拉 令人佩服的是 那个婴儿简直不像是画上去的 它粉红色的小屁股露在外面 看上去是那么柔软 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婴儿躺在那里 第三个原因是 孩子们都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 这么厚 而且用这么光滑 这么高级的纸做的绘本 小豆豆当然也和平时一样 不会落在别人的后面 他离绘本最近 大饱了眼福 而且还亲密地靠在公其军的身边 公其军用英语给大家念绘本上的话 声音流畅悦耳 大家都陶醉在美妙的英语声中 然后公其军开始艰难地说起日语来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公其军都为巴学员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东西 婴儿是baby 大家都学着公其军大声地念起来 婴儿是baby 公其军接着又说 美丽的是beautiful 美丽的是beautiful 大家跟着一念 公其军立刻知道自己的日语说得不好 马上改正过来 对不起 不是美丽的 是美丽的 就这样 巴学员的孩子们和公其军很快亲近了起来 公其军每天都要带来各种书 在午休的时候念给大家听 所以公其军像是教孩子们英语的家庭教师 而同时公其军自己的日语也是日新月异飞快地进步着 另外他也不会再犯一些好玩的错误 比如说坐到客厅的壁刊里什么的了 小豆豆他们也知道了好多关于美国的事情 在巴学员现在日本和美国变得亲近起来 但是在巴学员之外 美国却是日本的敌国 英语是敌国的语言 所以所有的学校都取消了英语课 美国人是鬼 政府这样宣布 而这个时候 巴学员的孩子们却在齐声地念着 美丽的是beautiful 扶过巴学员上空的风 温暖和须 而在巴学员中长大的孩子们 也是美好而纯洁 而在巴学员中长大的孩子们却在一起